据环球网6月1日报道 近日匈牙利外长信仰耳朵放话期间 谈到中欧投资协定时表示 冻结这一进程将对欧洲非常不利 他在采访中称 真不知道欧盟那帮人在想什么 中国是欧洲的合作伙伴 从不干涉欧洲国家内政 匈方坚定支持中欧关系发展 支持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壮大 匈方反对任何削弱欧中关系的言行 支持欧中之间开展务实合作 愿推动欧中关系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 西亚尔多表示 当下全球贸易的重心正在朝东方转移 在中欧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 是欧盟的利益所在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将损失惨重 近年来中国和匈牙利始终保持良好关系 今年一几度 两国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64.7% 展现了巨大的认进 此外 中国还是匈牙利去年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新冠疫情席卷欧洲期间 匈方决定率先批准并使用中国疫苗 体现出对中国疫苗的高度信任 5月31日 国务委员间外长王毅 在贵阳同西洋耳朵举行会谈 王毅说 近年来中兄友好合作 成效显著 双方要抓住机遇 成事而上 共谋合作 共克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